今天的娛樂交警一定鎖定在他身上 那就是金曲歌王周杰倫 還記得嗎 他原本說在1月18號 也就是今天要跟昆林結婚 但其實他已經早一步 在昨天在英國的約克郡教堂 已經是完婚了 當時青年見證的 總共是有50名的親友 結婚婚之後 他們跑到300年歷史的霍華的古堡 這邊參加婚後派對 不散不死不忘這天 我給你的愛是在心眼前 什麼愛還沒說不到你要 台灣時間17號晚上11點半 周杰倫與昆林在英國約克郡的小教堂 舉行世紀婚禮 在牧師與親友的見證下 兩人交換婚戒與誓言 昆林感動落淚 周斗妍感心表示 謝謝大家的祝福 過程就像電影情節獻煽傻所有人 對的人 對的時機這樣 並不是說以前遇的不對 你也不能這樣說 對 那我覺得對的時機很重要 對 而且相處過後 這件事情更重要 兩人交往四年修成正果 去年10月為了拍攝婚紗照 周董帶著昆林歐洲走透透 德國天鵝堡 捷克查理大橋 和法國巴黎全都入境 兩人的婚紗照看起來 就像是部愛情文藝片 婚禮細節和場地都保密到家 不過網友還是當起鍵盤柯南 查到婚後派對地點 就在霍華的古堡舉辦 巴洛克市的古典建築 已經有300年歷史 傳聞一個晚上的場地費 就將近台幣20萬 而這一回周董婚禮 大約有50名親友參加 錯估整場婚禮包括婚紗 等花了將近新台幣2300萬元 堪稱台灣藝人史上最豪奢 不愧是王子與公主的 世界浪漫婚禮 記者維珍台北報導